淋上热汤 现煮的卤味有豆包 黑轮一大块萝卜 就在超商理工消费者挑选 只是日前竟然有店员 用这卤味锅来煎牛排 本应该放置卤味的锅中 出现一大块牛排 看得出来飘着白烟 而且锅底还有一大块焦黑 当时店员说明 自己上大夜班时 肚子饿才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它都烧着焦黑了 它就是有点致癌物的产生 如果没有清洗好 或者是残留在那边 然后又拿来微波我们东西的话 就会有点问题 感觉就是真的比较没有 卫生性 卫生比较没有那么好 就是味道也不太好 会有那个味道混在一起 到底是有多饿 还有另外一名超商店员 则是拿蒸地瓜的电锅来蒸虾子 只见这一堆虾还没退冰 素食的可能不能吃 这样的话可能他们会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吃到一些肉渣什么之类的 对此超商表示这第一时间 已掌握讯息是单店违规行为 设备已经完成清销 并将一约查处 也会加强内部教育训练 事实上店员用超商设备 煮自己想吃的不是第一次 先前其他品牌则发生过 店员拿烤番薯的鸡台来烤泰国虾 还晒出20条虾子 烤到红通通的出炉画面 还有人拿煮茶叶蛋的锅来煮汤圆 店员供器私用 除了影响品牌形象 也可能衍生出卫生疑虑 无端牵连消费者真的不可取 东三新闻上我终于综合不到